在没周星驰之前 陈百强对喜剧界的同志有多恐怖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转 嘿嘿 转犯法吗 你告诉我有哪条法律规定 人不能够转的 这位身穿黑色背心 朝气蓬勃的帅哥 贝弟弟居然是个神偷 此人名为戴查理 以前的他曾被人称为神偷大纲牙 后来听说 为了不让警察们太尴尬 转行做了模特 已经做了模特的他 本来不想再做这些头盗的事 直到这天 从外国读书回来的侄子找到他 告诉他自己的理想是 要和他成为一样的神偷 查理却以他资质太差拒绝了 随后对着自己大哥的遗照说 希望能原谅自己 侄子见他这么固执 只能先行离开 为了对哥哥有所交代 查理送他时 本想给侄子拿一些生活费 谁知一摸口袋 钱包没了 紧接着 钱包就出现在侄子的手里 看来神偷家族的基因 还是很强大的 随后侄子又倒打一耙 把查理赶出了家门 为了能回自己家 查理只能答应 教他怎样当好一个贼 这天警局里 老胡找到了人称神探的超人 拿出一副假牙告诉他 神偷大钢牙又重出江湖了 超人瞬间变得异常激动 因为他曾有好几次 差点抓到他 但都被他逃脱了 当得知他再次出现 超人告诉老胡 这个案子一定要交给他 老胡见他如此积极 就应允了下来 但期限只给了他一个月 这对这种高难度的逃犯 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 但是老胡是有私心的 原本是三个月 只要提前抓到 自己就能升官发财 被让超人能尽快破案 老胡还给他安排了一位女警CC 由于查理现在的职业是模特 超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智取 因为他老婆和查理 合作的机会比较多 于是他联合CC 在老婆面前养得出气 他带着老婆来到餐厅 把CC叫过来 说是自己侄女 希望老婆能介绍他 和查理一起拍戏 老婆本想拒绝 但CC的彩虹屁 吹得他心话怒放 最终决定带他入行 很快他就安排了CC 和查理见面 查理一看是个美女 百般殷勤 CC骗自己是新加坡华侨 最近几天才回来 回来的目的 主要是想和查理 还有阿蕊 合作拍一次广告 在聊完合作后 西西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没事就找机会靠近他 这天CC为了感谢查理救了他 特地买了花来到他家里 坐在一旁的志伟看到后 却开始为自己打抱不平 他在帮叔叔通厕所 叔叔却在泡妞 他特意来到CC面前 讲起叔叔的各种仇事 CC听得直反胃 但为了工作 他还是忍得下来 为了缓解不是 CC提出自己先回房间查花 随后查理也跟了进来 说受伤的胳膊 需要按摩才能好得快一点 CC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用意 主动提出帮他按 在过程中按按时进 按得查理惨叫连连 在门外的志伟 见不得叔叔这么快活 再次进来捣乱 叔叔这次真的生气了 起身就想赶走他 告诉他可以先出去 看场电影再回来 志伟却一点面子也不给 查理只能把他拉出去聊聊 留下CC一人在房里 CC确定他们已经走出去后 便开始在房间里翻找证据 然而翻遍了整个房子 什么也没找到 这时查理突然回来了 他问CC在找什么 CC吓了一跳 赶紧撕下自己的钮扣 骗他说自己扣子掉了 再找针线 查理就这样傻傻地相信了 还主动帮CC缝起扣子 眼看气氛要暧昧起来 志伟再次进来捣乱 CC连忙起身就要走 临走前他邀请了查理 后天去家里参加派对 这俩叔侄也都答应了 会去参加 派对当天 老胡特地借了他们一个几百万的宝石 目的就是想用宝石骗查理出手 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查理书纸也已经到来 进门后的查理就告诉志伟别乱来 不然以后休想跟着他 CC看见后走了过去 邀请查理一起去喝一杯 志伟本想来一旁泡妞 却没想到遇上了心理学家 他只是打了个招呼 维女却大声喊说 他要带自己去宾馆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但志伟也不是好欺负的 随即就回击了回去 而超人这边 本想让理查喝多 谁知几杯下去 对方一点是没有 而他已经憋不住需要上厕所了 同样不靠谱的还有他的队友 假扮服务员给人倒酒 自己却先喝多了 而CC这边已经开始了任务 把宝石拿出来展示 大家都在欣赏 这颗闪闪发亮的宝石 志伟却突然离开了座位 查理告诉了旁边的阿蕊 说志伟可能有想法 自己得去看看 当查理也离开座位时 CC却把宝石烧起来了 而超人却还在厕所门口排队 这时 CC带人来到了楼上 把超人也喊了过来 开始自己的重头大戏 只见他打开盒子 喊了一句定 超人就被定在了原地 如此神奇的演示 叔侄俩都看在了眼里 最后CC小心地把宝石烧了起来 配合表演完 超人终于有时间 解决自己的私事 躲在床帘后上厕所 当他拿着自己的成品出现 老婆还以为他又喝酒 让他把酒杯放下 超人随手就放在了吧台 这时 那个不靠谱的服务员 又再次出现 看都没看 拿起来一饮而尽 直到喝完后才发现 不是酒 全部喷了出来 这边叔侄俩为了留下来 查理一把把侄子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称回不了家了 CC健壮就邀请两人住下 超人和老婆也选择留下来 晚上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超人心目在焉的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可就在他上厕所的间隙 查理却悄悄跑了过来 告诉女人 那个宝石真的很值钱 一看他这个样子 女人就知道他又收养了 原来很早之前两人就认识 为了防止被超人看到 女人让他赶紧回去 超人上完厕所后 突然接到了电话 让他回去开会 接完后 他穿上衣服就准备回警局 查理听到关门声 再次过来找阿蕊 而他过来只想告诉阿蕊 自己留下来是有原因的 就是想查出 到底谁在冒充自己 只是话没说完 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 查理想跑回去 谁知道门被反锁了 他只能先躲到床底下 阿蕊开门后 却发现来的是智伟 原来刚刚的电话是他打来的 他带着美酒 正准备和阿蕊一起品尝 门口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超人回来了 他赶紧把智伟塞进了衣柜 原来超人察觉不对 给局里打电话确认 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 为了让两人跑出去 阿蕊故意开始和老公亲热 谁知门把手坏了 查理只好再找个地方躲起来 而智伟这边也差点被发现 最后在阿蕊的掩护下 智伟跑了出去 查理想跑出去却来不及 只能再回到床底下 阿蕊以为都出去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坐下后才知道还没走 查理突然伸出手 挠向了阿蕊的脚跟 吓得他赶紧让超人关灯睡觉 查理也趁这个机会 从窗口跑了出来 而正在房间里坐着的CC 看见有个黑影 便起身过去查看 当他开窗的那一刻 查理就这样掉了下去 但由于光线太暗 他看不清是谁 只能下去楼下看了 可下去后人已经跑了 当CC再次返回房间 发现宝石也不见了 CC本想立刻去联系超人 但还是决定 先来查理这边查看 说自己也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人和查理很像 问他是不是爬过自己的窗户 查理自然不愿承认 于是用唱歌的方式告诉CC 自己是来帮助他的 随后两人又回到CC房间 看到了一个黑影 查理拿起吉他就打 没想到是无警官 CC向他坦白 宝石真的丢了 回到警局 两人被上司大骂一通 珠宝店的老板 还等着拿宝石去拍卖 老胡求着他们赶快找回来 因为自己快要升副处长了 为了尽快找到宝石 CC再次把查理跃荡 跑地上野餐 超人则是在远处盯着 可随着智慧的到来 麻烦再次跟着来了 正在拍照的他们 看见远方有婴儿车掉下来 情急之下 查理选择先过去救人 当他想把车子还回去的时候 退车的阿姨却跑了 查理上去追他 智慧却被婴儿车里的大叔抓到了 大叔成功把智慧拖住了 其他几人也趁机带走了CC 大叔告诉他们 想救CC的话 就把宝石带过来换 说完让他们趴在地上 自己就撤了 等到查理和智慧想去追他们时 却发现车子轮胎都没了 无奈了他只好打电话给超人 但是接电话的却是阿蕊 两人在电话里约好见面再商量 随后门铃响起 卡里以为是阿蕊 打开门却发现是受了伤的CC 他好心地把CC扶进来 却被CC偷偷放了副牙在口袋里 随后CC就咽了气 查理吓坏了 没有证人 他怎么都说不清楚 所以决定先把CC的尸体藏起来 就在他处理衣服时 CC却动了 原来他是装的 这一幕恰巧被查理看到 为了捉弄CC 他先是踩了他一脚 紧接着又要抱起他从窗户扔出去 还好CC机智反省地回去 查理也不甘示弱 准备再次对CC下手 还好这是阿蕊找了过来 他只好把CC先藏在床底下 只是阿蕊刚进来坐下 超人就带着同事找了过来 进来后在他房里搜到了血液牙齿 原来这一切都是超人的计划 查理就这样被带了回去 在局里他丝毫不拒 还说出了经典语句 当阿英忍不住想打他时 超人出来拦住了他 告诉阿英不能打人 把他关进小黑屋就行 自己则化身成蝙蝠侠打他 阿英也化身成太空超人 找他出了气 直到智伟过来 保他才被放了出来 两人上车后 查理问智伟是不是他偷的 智伟也知道瞒不过叔叔 把宝石拿了出来 可他们却不知道 阿英正跟在后面看着 阿英看见后 立刻超车来到了前面拦住他们 在叫他们下车时 查理却发起了抵抗 智伟则是拿出了宝石 想把阿英定住 而阿英却也刚好被查理 拿住枪抵住不敢动 两人就这样 以为宝石真的有效果 他们把阿英锁在了路边 去警局坑一下超人 对话全被阿英听到了 阿英就这样拖着垃圾桶 来到旁边的电话亭 打给超人 超人听完后 决定做一场戏来抓他们 甚至还在办公室里 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 还把CC叫了进来 一起抢办法 他们也很快通知了 其他同事一起配合 查理来到了超人的办公室 准备把宝石放进保险箱 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超人一声命令 大家全部冲了进去 看着大家一步步逼近 智伟拿出了宝石对准他们 却还真的都盯住了 等到他反应过来 叔叔怎么没事的时候 才知道他们都是演的 CC一巴掌打了下去 大家也开始抓人 查理两人一路逃跑 却误闯到了老胡的庆祝会上 微不惊扰到胡处长 抓捕只能偷偷进行 而叔叔俩这边却出了状况 为了逃走 两人相互出卖 CC听见后和智伟打了起来 直到惊动了所有人 全部一起追捕 智伟掉在灯管上不肯下来 最终还得是超人出手 他拿起枪 对准灯管 扣动扳机智伟直接掉了下来 神头大钢牙 终于被成功抓住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